大家好,歡迎收看外交短評 美國公務院又搞小動作 官網原本在美台關係有列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以及不支持台獨等字句 但網站最近更新後,涉台的重要表述被刪除了 美國公務院在5月5日更新網站有關美台關係成果清單內容 除了刪除最敏感的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以及不支持台獨等字句 新增了例行性質的《基於台灣關係法》 美中三個公佈和六項保證的長期一個中國政策等字眼 美國國務院強調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並沒有改變 美國國務院在5月5日更新網站有關美台關係成果清單內容 當中美台關係的表述作了大篇幅的調整和修改 尤其是刪除了兩處重要的內容 就是美國不支持台獨 以及1979年美中聯合公佈 即是中美建交公佈中 將外交承認從台北改為北京 美國在聯合公佈中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承認中國的立場 即是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內地環球時報引述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 香港副主任順強分析說 這兩處的刪減意味著美國對台政策倒退 在官方表述上的改變意味著美國未來 會在不支持台獨上繼續弱化 甚至是不會再公開強調這個立場 更加不會在實際的政策層面上體現出來 同時美國對於一個中國原則 以及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表述 也將會越來越弱化 在刪除了這些重要內容的同時 美國國務院還增添了一部分的內容 例如是美國長期奉行一個政策 以及與台灣關係法 美中三國聯合公佈 以及對台六項保證為指導 以及台灣已經成為美國在貿易、投資、健康、半導體 以及其他關鍵供應鏈、投資篩選、科技、教育 以及推進、民主、價值觀等方面的重要夥伴 有分析認為美方這樣做 違背了此前就台灣問題作出的鄭重承諾 華家部發言人趙立堅主持 例行記者會時回應說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 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這是國際社會普遍的共識 以及供應的國際關係準則 他說歷史不可散改 事實不容否認 是非不能歪曲 美方在中美三國聯合公佈中就台灣問題 同一中原則作出鄭重承諾 現在美方修改美台關係事實清單 這是虛化圖空一中原則的小動作 這種在台灣問題上搞政治操弄 試圖改變台海現狀的做法 必將引火焚身 美方應該確守一個中國原則 和中美三國聯合公佈的規定 確守在台灣問題上向中方作出的政治承諾 將拜登總統有關美國不支持台獨的表態落實到實處 停止借涉台問題 搞政治操弄、搞議台制華 外交部的回應雖然不多 但解放軍的回應就更為行動型了 5月初出揚演練的遼寧艦航母 加上東部戰區5月6日至8日 針對台島進行的實戰演練 很明顯是對美國又打台灣牌的小動作的回應 日本對於遼寧艦航母歷來最龐大的編隊 出揚演練很緊張 日本的媒體最近幾天也對遼寧艦 在太平洋上的活動連續進行了報道 例如是日本共同社就連續6天發布了 中國航母在太平洋起降艦載機的報道 而在這6天當中 自衛隊還觀察到遼寧艦進行了超過100次 艦載戰鬥機和直升機起降的作業 而朝日新聞在報道中說 儘管在過去也曾經有觀察到解放軍 航母艦載機升降的情況 但公佈起降次數一試就並沒有前例 防務省相關的人員向媒體表示 艦載機起降次數很多 活動強度正在大幅提升 並且說這等於在中國軍事基地 向日本靠近一樣 這種靠近本身就是巨大的軍事壓力 而在10號的艾曼 日本防務省再次公佈了 中國海軍艦艦動向的通報 在這份通報中 遼寧艦航母編隊9號在沖繩縣石湖島以南 大約200千米的海域活動 當日遼寧艦繼續進行艦載機的起降活動 時間是由早上的9點一直到晚上的7點 自此遼寧艦已經持續7天 在台灣以東的太平洋上進行艦載機起降 在9號通報的一張照片顯示 至少有兩架遼寧艦上起飛的兩架殲15艦載戰鬥機 在日本的艦艦的甲板附近上方是低空略過 有意思的是東北亞就好像變成了航母開大會那樣 美國早前部署在日本橫衰賀的列根號也來湊熱鬧 根據美國海軍協會新聞網報道 5月8日的上午美國海軍列根號航母離開了日本的橫衰賀軍港 這是列根號在港口長達半年這麼久的冬季維護後首次離開港口 不過這艘剛剛結束維護的航母需要在東京灣進行恢復性訓練 才能夠投入新一輪的部署 根據日本防務省5月9日的通報消息 中國海軍航母遼寧艦兩艘052D驅逐艦 以及一艘901型的綜合補給艦 是位於石環島正南方向160千米 距離台灣東岸200千米的海域航行 當日遼寧艦自早上的9點至晚上的8點 艦載機的起降作業持續了長達10小時 根據日本方面公布的位置 遼寧艦航母距離台灣島的直線距離大約只有100公里左右 而與此同時根據USNI新聞的消息 美國林肯號航母在中國航母編隊東南方向的菲律賓海海域 根據航空識別軟體的資訊 林肯號配屬的MV-22旋翼機 曾經飛抵中國遼寧艦航母編隊的附近 而剛剛從橫衰賀出港的列根號航母 距離在石環島正南的遼寧艦編隊也不算很遠 這個意味著美軍的兩個航母編隊一南一北 包夾了中國的航母戰鬥群 也很有大家在表演肌肉的感覺 美國要對抗中國外交上也頻頻出手 但發現很多時候力不從心 很不容易夾到和東盟領導人舉行峰會 有東盟國家就抱怨拜登竟然以亡為理由 只是出席一個美國東盟峰會的活動 簡募債國務秘書高金鴻說 美國總統拜登如果真的想提升和東南亞的關係 就應該花更多時間和東南亞領導人會面 東盟領導人應該受到尊重和平等對待 美國打的如意算盤是迫東盟國家在俄烏衝突問題上 跟美西方制裁 但印尼等三國就在峰會舉行前夕發表聯合聲明 表明今年的G20和APEC等國際會議會按原定的議程進行 即是仍然會邀請俄羅斯領導人出席這些國際會議的峰會 另外美國助理國務卿尼科爾斯就說 美國不打算邀請古巴尼加拉瓜委內瑞拉領導人 出席6月在洛杉磯舉行的美洲國家首路會議 對此墨西哥總統諾佩斯在訪問古巴期間就說 他將會要求美國領導人在不排除任何一個國家的情況下舉辦會議 外交部發言人趙樂堅被問中方有什麼評價的時候回應說 諾佩斯總統言之有理的 他說他也想問一個問題 難道古巴、尼加拉瓜、委內瑞拉就不是美洲國家嗎? 美洲峰會不能只適用於美國標準 不能只服務於美國私利 不能輪為美國峰會 從美國提出門羅主義算起到明年就已經200年了 兩個世紀以來 美國表面上說的是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 實際上做的是美洲是美國人的美洲 美國將拉美視作是後花園 不是盡心輔助 而是隨意霸凌 不單止自身的發展繁榮 沒有遺及到拉美 反而對拉美大肆盤剝 濫絲制裁、輸出通脹 搞政治干預、政權顛覆、暗殺政要 乃至武裝侵略 時至今日 美國仍然不顧國際社會和地區國家的反對 執意維持對部分拉美國家的單邊非法制裁 這與拉美國家和其他國家合作謀求發展的正當舉動 完全是背道而馳 美方對拉美國家缺乏應有的基本尊重 美方應該切實尊重拉美國家主權和尊嚴 切實遵守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智立堅又強調 門羅主義在今天的拉美已經沒有市場 美方更不要指望將它複製到全球的其他地方 門羅主義發表於1823年 表明美國當時的觀點 即是歐洲列強不應該再殖民美洲 或者是涉足美國和墨西哥等美洲國家的主權相關事務 背後的含意也有美國已經把拉丁美洲看作是自己的勢力範圍 從拜登拉攏東盟和拉美國家引發起異性 可以見到美國還是高高在上 但又不知道自己是在求人家和你合作 這樣的所謂誠意 又怎可能拉得緊這些國家真誠合作呢? 今天的分享是這麼多